这夫妻俩用陆西乡的黄鱼和黑羊烹制出鱼羊仙 看着就过瘾 而在浙江温州陆西岛附近的苍茫大海里 还隐藏着黄鱼养殖的新鲜秘密 马上来联系总台记者费凡和他一起寻找仙的答案 费凡你好 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好的 高凡 此时此刻我是正在浙江温州洞头区陆西乡陆西岛 当地人也管这叫黄鱼岛 经过这段时间的刻苦探索 我已经找到了黄鱼之所以仙的三个秘密 第一个仙就是捕捞的仙 来 我们来看现场 我们的渔民正在将黄鱼一网一网捕捞上来 师傅您告诉我这一网大概有多少 这一网估计有两万多头 两万多条沉甸甸的黄鱼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们运回岛上去 运输 打包 发货 这个就是时间最短活蹦乱跳的仙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黄鱼的冷知识 那就是黄鱼其实是会叫的 来 您给大家听一下 能听到吗 很明显的咕咕的声音 这个其实是黄鱼的鱼表被挤压之后发出来的 黄鱼它的头部有两颗坚硬的耳石 它可以通过发出这种声音来寻找同伴 看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些疑惑 那就是黄鱼好像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黄 反而更接近银白色 这个就是第二个冷知识 黄鱼一般是在晚上捕捞的 因为它体内分泌出来的金黄色素 在白天遇到紫外线或长光的照射之后会褪色 而且黄鱼是海鱼 它离水之后也会在短时间内死亡 但是在这儿咱们却可以实现白天捕捞 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这个桶里边 我们来揭晓第二个仙的秘密 叫做冰桶索仙 哇 大家能看到吗 这个黄鱼的颜色跟刚刚就已经明显不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从鱼鳍到鱼腹都是通体的金黄 非常的饱满鲜亮 这个就是一条真正优质的冰仙黄鱼 也是海底黄金的真面目 我们的渔民在把黄鱼捕捞上来之后呢 把它装到这样的桶里边 经过两个小时的持续充氧之后 让它慢慢的恢复金黄色 在道路大量的冰块对它进行锁鲜 这样就可以让黄鱼在白天也能实现捕捞 不像在以前晚上捕捞的时候呀 可能这个渔民是又危险又辛苦 还不能打手电 现在呢 白天也能卖出好价格 海底黄金在白天也可以上市 说到这儿 我也想赶紧来尝一尝说 我们最新鲜最地道的黄鱼 究竟是什么口感 看到在船上这边布置上了两个 用黄鱼烹饪的家常菜 让我来尝一口 这个呢是清蒸黄鱼 我先来尝一尝这个最地道 最经典的做法 我的感觉就是它真的好嫩好顺滑 刚刚这口都没有怎么嚼 感觉它是直接就滑到了我的胃里边 甚至有点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感觉 但是现在我来尝一尝这个 就是夹烧黄鱼 这个的做法就跟这个不一样 它呢是通过一些调料 把黄鱼的鲜味给更大限度地激发了出来 其实我感觉这个黄鱼怎么做都会很好吃 哪怕是用来蒸鞋底都会很好吃 因为本身就已经足够细嫩鲜美了 其实吃下这口黄鱼呀 我才真正感受到了 刚才我们坐船花了40分钟到这儿的意义 也明白了为什么要把一个 深海黄鱼养殖牧场设在这儿的价值和原因 我们现在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黄鱼的养殖牧场 它的海面上扶着大大小小的十几个圆 这个圆呀就是黄鱼的养殖网香 这也是黄鱼之所以先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深海养先 黄鱼想要好呢需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水质这一片的水质本身就是 黄鱼养殖的天然场所 野生大黄鱼也是在这一块进行繁殖和抚养的 所以说呀它的水质非常的好 微生物丰富温度也适中适合黄鱼生长 那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它的空间要足够 像这么大周长100米的网香 它里边只放了2万尾的黄鱼 而不像以前可能这个网香的密度就要达到7 8万尾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的每条黄鱼都是在跑步机上跑出来的 肉质也会更加的灵活和细嫩 像陆西岛这座常住人口只有不到4000人的小岛上 能够创造出年产值近9000万的黄鱼产业 现在其实正是陆西岛的黄金时代 也是一位为渔民一位为黄鱼 共同创造出来的共复梦想 那好的高凡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黄鱼冷知识学到了 感谢沸凡从深海牧场带来的分享 猪蓝